中秋烤肉大口大口的张嘴吃 民众备料食材排行No.1是这个 牛肉吧猪肉牛肉都会吧 网路上民众狂推牛肉 说只要撒盐就好吃 让牛肉瞬间成为中秋食材霸主 那你知道吗 不管烤什么烤肉吃一顿 就等于吃下14碗饭 超惊人 烤肉热量第一名是沙朗牛排 100克400大卡 等于1.48碗饭 烤鲑鱼380大卡 等同1.41碗饭 烤玉米别看它是蔬菜类 一根吃下来350大卡 而丸子串吃4颗330大卡 许多人爱的烤香肠 刻一根则等于0.77碗饭 热量都报高 秋刀鱼啦 青鱼啦 海鲜类呢 它本身含有Omega 3的脂肪酸 抗氧化很有帮助 营养师传授无油烤肉法 首先可以烤鱼逼出好油 取代奶油 而鸡腿则能去皮穿烫 再下去烤 可以减少油脂摄取 后片肉和鸡翅则能斜切刀口再烤 能逼出更多油脂 每逼出一克的油 就能降低9大卡热量 我不知道 我不会刻意去计算 就是都要吃了嘛 就好好享受 中秋烤肉美食当前心难拒绝 无油烤肉也许能让罪恶感少一点 记者许玮文王世涵台中采访报导 它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 小小一条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什么都要是 鲍鱼干贝 我们识计 我们那么更多的 我们不识计 我们真的找到了 我们不识计